接下来请收看净土系列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劫如来真实意 佛说《阿弥陀经》药节 现在也是讲要解宣谈 就是在讲要解之前 我们假设了几个问题 要先了解为什么要学习这一部论著 所以第四页第四个问题 现在普遍上流行的一种说法 也不是某几个法师这么说 而是普遍上流行的一种说法是 读佛经就好了 不必读祖师的论著 还有一种说法是 我们不要标榜 我们是某一宗某一派 我们是没有宗没有派 还有一种说法是 不要整天讲名相 要讲众生听得懂的 这一点我同意 讲众生听得懂的 但是呢 这个是看讲经者自己的诠释能力 要诠释到名相是众生能理解的 你不能说完全不讲名相 完全不讲名相 不依宗派 那就是胡说八道啊 所以呢 为什么今天要学习弥陀要解 它看起来是一部祖师的论著 但是为什么要学习它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引 宗托巴那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 你头讲的现象 我们念一下 广论说啊 精情于且多寡闻 广闻不善于修要 观世佛于多片眼 复乏理辩教义力 故离智者欢喜到 圆满教要圣教授 在宗托巴那师的年代 就有这个状况 他说呢 精情于且多寡闻 有些人他很会修本尊 很会修行 修行种种的余且法 那换成汉地来说 有些人很会修行 但是呢 他不读经 不读论 再来呢 广闻不善于修要 还有一种 在藏地有 在汉地也有 藏地叫格西 广闻嘛 读五不道论 读种种的论点 但是呢 在修行的时候呢 比较弱 叫不善于修要 他没有办法修行 所以 简单来说就是 教跟行 解门跟行门 是分开的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有解就没有行 有行就没有解吗 宗托巴那师觉得 不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一种情况 观世佛语多片眼 就是自己从佛经里面 选择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像佛经自助餐一样 有没有呢 有 有些 现在的状况就是 他读读大圣经典 读到了 读到大圣这一条 所以 大圣可以开源 就把小圣的戒法开了 然后呢 今天呢 发现大圣比较严谨的时候呢 他觉得说 那个另外一部经说可以 所以这个在 南山三大部里头讲的 叫做 开源任意 自己决定哪一个 哪一条街要开源 哪一个情况可以开源 然后到最后呢 就像 观世佛语多片眼 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呢 他自己想的 自己对的 就像有些道场 传五戒的时候呢 不杀生 不偷盗 不谐音 不妄语 不饮酒 他发现他的信徒们 信徒们都是大老板 所以不饮酒做不到 但是呢 信徒又想要得个 五戒幽婆色的美名 他们就自己改了 改成说 没关系啦 喝酒 不要喝醉就好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不然就 喝酒可以啦 不要吸毒就好了 到最后五戒就被改了乱七八糟了 连基本的五戒 都可以观世佛语多片眼 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 自己选择自己 自己认为对的 开始东拼西凑 还有一个呢 复乏理辩教义力 幼父缺乏理解辩论辩识教义的能力 故于智者欢喜到 所以现在的修行 离开了智者 圣者 包括释迦牟尼佛 文殊师利菩萨 种种的圣者欢喜的道路 圆满教药圣教授 圆满的教典的药益 殊胜的教授 所以为什么著作要著作广论呢 因为宗洛巴大师 他发现这个问题 要么就是会修行的不读经论 要么就读经论的不会修行 还有一种是 自己从经典里面 截取自己想要的 然后呢 开始自己自创中门 甚至是自占毁他 或是呢 复乏理辩教义力 或是读经也读不懂 然后没有理解辨识的能力 于是呢 他离开了佛法越来越远 还自己觉得自己在修行佛法 所以同样的 为什么学《奥密陀经》要解 如果没有学习《奥密陀经》要解的话呢 《奥密陀经》拿起来 人人都会念 像我们道场一样 天天送晚课都是送《奥密陀经》 但是呢 感觉上呢 就是晚课啊 是不是 我们两天送一次 两天送一次 他就只是晚课啊 我们对于《奥密陀经》的 真正的道理不了解啊 所以需要偶义大师 偶主这种大善之事 来点出 原来一开始是劝信 劝怨 劝行 再来呢 正宗分也是 劝信 劝怨 劝行 流通分还是 劝信流通 劝怨流通 劝行流通 用性愿行来 判射一部《奥密陀经》 而且呢 把《奥密陀经》的道理 讲得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恶药 甚至呢 短短的一部药节中呢 含射了天台的道理 含射了华言的道理 含射了心性的道理 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透过学习祖师的言教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 正确的认识佛陀的本怀 不然如果我们直接看经 什么叫经呢 经是随机师化 随着不同的根系 佛讲不同的法门 叫做经 但是呢 相对来说 它就会 不一定适合我们的根系 甚至呢 它的出现就是 有时候大圣 有时候小圣 甚至如果是 照天台来讲 藏通别缘 可能同时出现在 同一部经中 这一部经呢 它可能同时 某几句话是藏教的 某几句话是通教的 某几句话是别教的 某几句话是原教的 那怎么办呢 就要透过智者 包括我们中国的 乃至于藏地的 乃至于种种的善知识 去诠释它 那这里讲到善知识 就应该要讲一下 现在我们所依的论点呢 最好依古德 所谓的古德呢 当然相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 就是一百年前的 红衣大师 印光大师 就已经上古了 但是呢 红衣大师 印光大师 再往上推 明朝清朝的这一些善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的时间的累积 这一些殊胜的言教 后世的祖师 再给予肯定 那它肯定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如果是近代人的 这里讲讲 这里讲讲 它可能是近代的大德 但它的讲法会不会有问题呢 就有可能会有问题 思想会不会有偏差呢 有可能会有偏差 而且呢 人还没原及之前啊 什么时候起或造业不知道 所以如果呢 今天 以现代人的想法 思考 在做事情 人都还没原及 它说不定晚年的时候 给你来个大改口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所适从 所以为什么 以偶异那师 欧主的弥陀要解呢 因为 欧主的弥陀要解是 印光那师印证的 那印光那师呢 是当代众所推之的 净土中的大善知识 所以你这样一层一层地往上推 欧主的思想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先引广论讲说 为什么 我们现在讲弥陀要解 而不是直接讲欧弥陀经 我见过有些法师 直接讲欧弥陀经啊 然后就欧弥陀经拿起来 一部讲很快啊 大概一个小时吧 能够消了 把它消过去了 但是呢 它里面殊胜的 不共的 比较官要的地方呢 它可能没有发现 为什么 因为呢 它的智慧 未必能够比得上 偶异大师啊 甚至呢 欧弥陀经 短短一部 但是欧弥陀经 连慈那师的书操 就很厚很厚 为什么 因为连慈那师 自己有自己的物境啊 所以呢 欧弥陀经呢 它古来至今的书操 也不少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 欧弥陀经 原中操 欧弥陀经 书操 以及我们 欧主的欧弥陀经 要解 以及呢 慈恩法师的 欧弥陀经 通战书 这四部 那这四部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 融合起来看 但是我们这一次 主要是讲 要解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 照要解的脉络 一直消逝下去 只是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引用 其他部的 欧弥陀经的注解 就像我们 已经多次的引用 善导大师的 观经 四帖书 这样子 互相补充 互相发明 再来呢 就是 引要解的本文来解释 为什么 要著作这一部要解 那为什么 我们要学习 这一部要解 所以第二个回答 在要解的开卷段呢 就讲说呢 特以 文复亦凡 边牙莫测 或致 出击浅世 信愿难接 要解有一个 很大的重点 往生的条件是什么 往生的条件 欧主说 往生与佛 全由 信愿之有 能不能往生 看信愿 如果没有信愿呢 欧主后来说 众持至 银墙铁壁相似 一绝无得生之礼 就算我把佛号 念得很认真 念得很恳切 念得像银墙铁壁一样 风吹不透 雨打不失 有些人是这样 真的是每天 咒也很认真 念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 但是呢 不重视信愿的话呢 能不能往生呢 就不一定 因为呢 能不能往生 是靠信愿的 靠信愿决定的 所以这里讲 特别是讲说 文复亦凡 其他的著书 其他的经典 其他的经论 文复 文呢 文词非常的繁复 意理也非常的繁杂 所以文复亦凡 边牙莫测 就是我们连碰到他的边 都不一定碰得到 所以呢 或是初击浅世 初击刚学佛的 浅世呢 你可能学佛很久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呢 对于修行的理解不一样 有可能我们学习的方法不同 所以我们的知见 我们的理解 非常的浅薄 所以我们对于净土法门的 信愿升不起来 信愿升不起来 相对来说 往生就有障碍 因此呢 出击浅世 信愿难接 所以欧毅大师 为什么著作要解 就是要提起我们学人的信愿 有信有愿 加持民就能往生 信愿持民 视为往生根本 今天世界不是只有往生后的事情 只是因为呢 往生西方 是念佛法门最大的归宿 他虽然可以满足现世的 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贵得富贵 求男女得男女 欧弥陀佛同样也可以满怨 就像有人说 那个生病要去求药师佛 也不一定啊 欧弥陀佛无上一王啊 就像有人说 要开智慧要求文殊菩萨 莲池纳师说什么 欧弥陀佛无量光 光就是智慧啊 为什么不求呢 还有呢 要延寿呢 要去拜灿 莲池纳师说呢 你为什么不想想 欧弥陀佛无量寿呢 要延寿不是应该要求 欧弥陀佛吗 延无量的寿命嘛 所以呢 要解本身 很简单告诉我们 是信愿持民 必得往生的道理 那透过学习 要解能够提起我们 对这部欧弥陀经的 好要心 甚至于更深的认识 让我们认识这部 欧弥陀经中 信愿持民的道理 那这里补充一个故事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呢 讲解欧弥陀经 要解啊 它主要的参考资料 是民国初年 元英法师的 欧弥陀经 要解讲义 元英法师 又叫三求堂主人 三求堂 那本身是禅敬双修的 禅敬双修的 他又修禅又修净土 尤其他特别致力于 讲述楦严经 以及净土经论 所以呢 现在如果讲楦严经 大部分都会引用 元英法师的楦严经讲义 那在他七十六岁 病逝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他仍然坚持要一心念佛 念佛 然后呢 他跟他侍者说的 我今身心尚感安乐 无挂无碍 出家人至生死于度外 以疾病为助源 于好三求堂主人 平生都以求福 求慧 求生净土为宗旨 所以呢 元英大师自己号自己 三求堂主人 为什么三求 第一求福 第二求慧 第三求生净土 那现在福慧已求 最后只有求生净土 如等立身处事 需以三求为正确修学方针 所以白话来说 我们现在修行 第一求福 第二求慧 第三求生净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福报 我们现在修行会有障碍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话呢 我们对于佛法的认识 就会浅薄 而且呢 对于种种的外道 邪见邪说 很容易侵入到我们的思想中 所以求福 求慧很重要 第三求生净土 让我们的修行有归宿 所以呢 民国初年的时候呢 原因法师那个时候推广大家要回向的时候怎么念呢 他讲说呢 愿霄累劫诸业障 愿得福慧日增长 愿尽此生出娑婆 愿佛皆饮生安养 原因法师那个时候推广大家念这首记的原因 是因为呢 那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净土回向文是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就好像到极乐世界就没有了 停了 然后呢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在想说 可不可以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要念啊 念点别的 所以开始有 回入说佛度有情啊 广度一切诸函事啊 其他的回向文 大多是改最后一句 那原因法师呢 他直接改了就是 那我们就念点别的 所以讲说呢 第一是愿霄累劫诸业障 把我们累势的业障 希望都可以消除掉 然后再来呢 愿得福慧日增长 希望我们的福报 智慧都能够日日增长 所以就是 进障积之 进除业障累积之粮 前面这两句呢 他也是贯穿世间法 跟初世间法 世间法 消业障 增福慧 但是初世间法呢 一样 消业障 所谓的业障呢 包括什么 烦恼或 无名或 沉沙或 这一些都是 愿霄累 结诸业障 它会影响到我们 修行菩提道 都是我们要消除的障碍 愿得福慧日增长 第三句 第四句呢 就是专门在归向净土门 叫愿尽此生出娑婆 愿佛皆饮生安养 真的 希望我们这辈子 最后一辈子了 最后一辈子了 愿尽此生出娑婆 最后呢 愿佛皆饮生安养 安养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求福求慧 求生净土 它为什么重要 这也是原音法师告诉我们 为什么它重要 三求为正确修学方针 如果我们今天 只有求福求慧 可能会感到人天福报 那人天福报呢 它会让我们堕落的 因为人天福报 刚刚我们说的 第一是修行 第二是享福 享福的时候造业 第三是堕落 所以后面还有点时间 我们讲讲 在印光大师的文抄里头的故事 他说呢 秦快啊 秦快呢 就是害岳飞的那个奸臣呢 他上辈子呢 是厌荡山僧 在厌荡山 中国的厌荡山 他呢 做出家人 而且呢 是什么出家人呢 他做相登 然后这个厌荡山僧呢 是地藏殿的相登 供奉地藏菩萨三十余年 三十多年来 在地藏殿做相登 然后呢 后来呢 因为做相登 勤勤恳恳的功德呢 来世就投身了 投身之后就做大官了 结果呢 又聪明 又有文采 然后呢 又可以讨得皇上的欢心 到最后呢 做大官 但是呢 他开始造厄业了 所以开始陷害忠臣 陷害忠良 这个时候呢 他准备要堕地狱了 厄业准备要成熟了 他要死了 可能要下地狱 地藏菩萨呢 就觉得说 这个人呢 这么发心啊 做相登啊 有供养我啊 所以地藏菩萨呢 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去帮助他 救拔他 地藏菩萨很慈悲啊 然后这个时候 地藏菩萨又化现成一个出家人 然后呢 就想说呢 只要这个勤快呢 跟三宝结上一点因缘 地藏经说的嘛 一毛一地 一沙一尘 或毫法许 我见度脱使 或大力 就算一点点的善业 跟三宝结上缘 我都可以度脱他 让他得到究竟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 地藏菩萨呢 就想说 怎么办呢 就 在手上写了个佛字 就说 哎呀 大人啊 大人啊 然后勤快听到 外面有人在叫门 就去开门啊 然后他的仆人 开了门之后呢 跟他报告说 外面有个师父啊 那个时候勤快想说 来脱波的吧 来脱波的呢 就是给他一点供养 然后就打发 他走就是了 这个时候呢 那个出家人 地藏菩萨 变得就说 我要见你们家大人啊 勤快就出来啊 师父什么事啊 这个时候呢 那个出家人就说 向大人讨教一个字啊 勤快想说 哎呀 讨教一个字 应该没有什么 我不认得的字吧 应该没有什么 我不认得的字吧 这个时候呢 那个师父就把手伸出来啊 来啊 请问这上面 这个字怎么念啊 上面是个佛字啊 这个字怎么念啊 哎 这个勤快就 反而勃然大怒啊 我以为你是真心的 请教我啊 谁知道你在戏耍我啊 你们出家人 每天都念的 你们跟我说 这个字不会念吗 你要我念我 偏不念 讲了这一段话 连个佛都没有说出来 你要我念我偏不念 你们出家人 每天都在念 你难道不认得这个字吗 讲了这句话 然后这一段话讲完 连个佛字都没念出来 这个时候啊 地藏菩萨变得出家人 这个哎呀 这个应该是因缘吧 所以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就勤快吗 他后来就陷害中良 做了种种恶业吗 死后当然就下地狱了 所以呢 后来有个成语嘛 叫东窗事发嘛 就是勤快呢 托梦啊 跟某某人说啊 说哎呀你赶快跟我的太太说啊 我们在东窗下商议 陷害中良的事情已经爆发了啊 叫他赶快做准备啊 就是他下地狱的时候啊 他就托梦被人家说的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上辈子认真修行 还做相当 这辈子呢 就得到大官之位 然后做官的时候呢 也没有好好修行 然后造了种种恶业 第三次就下地狱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修行人一定要警惕检讨的 愿求福慧之外呢 要愿生西方 所以这才叫三求堂主人 原因法师的故事 所以我们也应该以三求作为原则 所以最后我们也回想一下 愿霄累劫诸夜障 愿得佛会日增长 愿尽此生初说佛 愿佛皆引身安阳 慕密陀经要节 先学习到这里 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账号 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声众斋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懂物 慈悲之夜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举办清明 孝亲 报恩 愚且宴口 超度法会 恭请 慧态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 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3月30日 星期三 时间上午9点 恭送金刚经 下午2点 愚且宴口 超度法会 地点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宜兰大飞观音道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周渡一切生命 是众生里苦的难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 奔回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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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法王慈悲开示》